已经盖了好几年的长安桥是细止乡长地区居民进出的重要桥梁 不过整个白色栏杆却生锈严重 手轻轻的一碰 整个漆也就一片片的剥落 不美观也不安全 本来地方是希望能够更新 但是真的施工却只是修补 引起地方不满 而在接获成情之后 13日下午医院白佩如也前往现场了解 并反映相关单位做后续改善 只是随便一敲或是手轻轻一碰 生锈的铁穴马上掉满地 这里就是细止无堵通往生长地区的长安桥 只不过这座跨境融合的桥梁 却生锈严重不美观不安全 虽然市府目前正在进行改善工程 但是看着白铁包覆而且只包莫自行 看不到的另外一边根本就没有包 让民众很不满 本来是9月2号 他有开个学谈会 就希望把这个两岸的栏杆 是不是要用修的还是要用全部更新的 可是在会议开后的时候 他就没有下稳了 10月1号他经常来修理 修的我们看现场他不是用修的 他是用补的 怎样补呢 他有烂一动就补一动 没有烂的就丢了 只有基督在世纪基督 将近400基 你如果上面这一座 平面的座也差不多 将近30基 下面的香港差不多 差不多70基 两边都跟这个栏杆已经接约中了 白铁尼議員也是当初 有去进出说跟两边都跟新的 有什么 当初有跟我们答应 我们两边都跟新 我们一座做一座 我们现场的乡亲的服务部份 地方希望说 坏掉的栏杆部分 可以整组的来更换 那对于材料的部分 我们会跟这个养工处 这个桥梁科这边来做这个沟通 希望针对材料的部分能够来补足 让包商可以尽速的把我们长安桥 这个扶手栏杆赶快来修复 因为避免说 这个学童在这边进进出出 这个经过这个桥的时候 会去摸到这个栏杆去刮伤手 在接获成情之后 13号下午一元白佩儒也前往现场了解 民众也跑来反映 认为根本不受重视 因为长安桥的栏杆 生锈腐蚀真的很严重 只是改善方式似乎和当初说的不同 明明栏杆化了至少有400只 要修补的却只有一半 议员也将协助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说 针对整个材料 如果真的腐蚀的非常严重 就是把整组的材料 整个来进行抽换 希望说整个长安桥 其实是这边地区 很重要的连外的一个桥梁 然后整个桥梁的景观 跟桥梁的安全 其实攸关地方的发展 所以我们会尽速的 针对大家的期待与要求 请相关单位尽速的来改善 则见在修补栏杆的部分 都只是部分的换掉 上下的地方顶多只用白铁包覆 才会引起民众反弹 议员白佩儒在了解之后 也将反应相关单位 做后续改善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